歡迎回到五期新聞網 我是徐俊項帶你挖真相 剛我們提到的台灣人 真的還滿多人愛當老闆的 第一個當然就是加盟 我們一路聊到了 先預先的故事 再來我們的總監在節目現場 我們就跟總監來問看看 剛剛講好的投資380萬 說好的一年半回本 說好的一年讓你賺近200萬 他們說都沒拿到 應該是這樣講 其實在整個的加盟來講 並不是一個保證賺錢的行業 我是覺得說 應該是加盟組跟本身 跟我們總公司本身 應該大家都要用心的投資經營 這我覺得是心態上 第一個你要積極的正確 然後要健康 再來你講的380萬的部分 是我們一個加盟的門檻 到500萬 其實我們在過程中 我們開的店鋪 有一些是一兩層樓的店鋪 事實上你講到 六七百萬其實就真的是誇張了 有些的部分我們在裝潢 在設備上 其實真的是看你的店鋪的 一個坪數大小而定 你剛剛講到說200萬的部分 我們開在微風店 當時的確是有200萬的一個營業額 只是說有一個很不好意思 我們要自己檢討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在行政財閥這一塊 因為我們上面其實有寫到說 要試加盟組的用心程度 經營而定 所以總監你的意思是說 今天仙玉軒打出來的廣告 是拿最好的那個模式 拿來當廣告 然後問題是 上面有寫說 需要加盟組的用心 經營程度而定 對 追隨仙玉軒加盟的人 心裡不是這麼想對不對 憲哥他們想的是說 他如果這樣說好好康 我當然跟著他 把大家一起發達 對 所以說我們電視機 以前的我們的觀眾朋友 你如果要做老闆的時候 心裡面你一定要寫一個 正確的一個觀念 就我們大家要去說 賣花 水花香 賣甘 公甘紅 賣柔子 如果不說好 他們家會死人 一定他會把那個廣告講得很好 把那個美夢畫得很好 把那個最成功的案例舉出來 但是你想想看 一降工程往往是萬古哭 這是那個最成功的案例 我們來講 其實這可以用計算的一個方法 一個月如果可以做200萬的話 以平均來講 他每一杯差不多50塊 你知道 每一杯50塊喔 50塊喔 每天要賣多少 1333萬 你有可能嗎 有一些店不可能賣到那麼多的 所以機器 沒有 60塊 我們現在賣60 60塊 好嘛 那平均差不多60 以60塊來講 你也要差不多1200萬 對不對 就是說你200萬除以30都不要休息 你每一天的營業有是66666嘛 66.6萬來講你除以60塊 你一天要賣多少 1000 100萬嘛 你想想看 一天你有沒有辦法賣到100萬 這用心的就知道了 其實有很多是數據 所以剛剛我們在講早餐店的時候 就像說 就發現說肥沒來的時候要怎麼賣不符 你開始就要算了 你開始如果不會算 我們大家就說會算 會不會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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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蜜 你就永遠給別人換錢 所以今天你如果油館也是想要加盟 今天去憲哥給你破壞四大加盟的風險 大家聽清楚 好 這四大風險其實叫四高啦 我們人都怕三高嘛 什麼高血脂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其實加盟店四高 第一個 你的開店的成本很高 剛剛在講380萬是齊喔 那你如果一二樓的話 剛剛我們賴小姐講說有到500萬 你想想看500萬 如果我們平均用三年來推估的話 500萬三年你一個月光是折舊 就將近14萬喔 將近14萬的折舊 一個店面如果500萬的店面 一二樓的話 一個月絕對月租超過20萬 所以你如果問一開花營光年 你沒有賣出半個月 你就14萬 14萬這樣一塊一塊的燒 有啊 一塊20萬啊 對不對 月租啊 14萬就34萬啊 都用裡面用10個就好了 平均就加少25萬 你只有一塊的基本開銷門 有開不開就60萬 一天還沒開就2萬塊沒了 那2萬塊如果一碗60塊的時候 你一天就要賺幾碗給他 先賣到40萬 等我後來賺2萬塊 40萬以後你怎麼開始 慢慢的撐撐撐撐都不用分 哪有可能啊 所以我們在這邊問一下總監 這次鮮魚鮮 加入你們加盟有120多家 但是不到20家賺錢 那換言之是不是其他的更多更多的 大部分的投資人 他們不夠用心嗎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本身找 我們是後來是真的受到這些負面新聞 我們業績才大幅衰退的 不然說真的 我們的東西口是真的是 經營的行銷消費者 你說負面新聞問題是 他就不看起來在熟悉的啊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們大部分消費者 媒體報導都說 我們是50家的抗議者 事實上其實就是三家 他們本身都是對消費者 對我們的客人 客訴就是會罵客人 罵髒話 那本身經營的心態 就是甚至買外面的黑心商品 買劣質商品 買那種市面上 根本都沒有工廠的商品 然後跟我們總部說 你看我去那個黑心 不知道去哪裡買到的那芋圓 一斤幾十塊錢而已 那我是覺得這一塊的部分 你本身你的經營心態 你用很低價的東西 來跟我們這樣的一個 一個總部的品質比 然後你又掛我們的招牌 賣黑心的東西 那我覺得大家都知道說 現在的食安這麼嚴重 我是覺得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也沒有落跑 像剛剛講的 你說打電話到妹妹街 我們總部都還在物工業區 好 講到這個原物料 那個黃先生他這樣投訴 他說一般來講 理論上我們如果到外面去領買 比如說一個東西是10塊錢 那你加盟以後統一去採購 照理來講 你的成本應該降低 10塊錢的東西 你變中盤變大盤去買 應該要8塊才對 所以你總公司 替大家周會採買這樣就對了 對 我們假設這個東西是10塊 對 那你應該大家 總公司幫我們大家採購 應該它的成本會降到8塊才對 是 結果公司 雖然成本下降 但是來到分店的那個成本 反而是從10塊又加了 將近4成到5成 它的講法是說 本來10塊的東西變14塊 從本來大家預期的7塊到14塊 那這個中間的落差太大 總公司也未免缺了太多了 總公司那邊有點誇張 中間手多賺一手 要賣後會腳多賺一手賺兩手呢 其實還是回歸到 我覺得一分錢物料 真的就是一分貨 要問一下賴總監 因為剛才你提到 原物料的供應商 是你們老闆自己在設的公司嗎 並不是 那你怎麼剛才說 有一個投入了六七億的設備 是我們的中央工廠 我們是買原物料 然後回來我們中央工廠製作 所以我們的央廚 在物工業區 我們是ISO的一個認證央廚 我們買原物料回來 我們自己做 那你跟你們的加盟店 當時在這個合約有說明嗎 都是由中央廚房來供應 對 其實一般來講 然後價格會比市場高一點嗎 這個當時都有說明嗎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在台灣 我們當時在一個整個的 合約契約裡面 我們在公平交易法 當時並沒有規範得很詳細 那我們有一些地方是 沒有規範得很完整 所以因為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真的是有被採訪 因為我們看到那個鼎心 鼎心自有 它就是玩這種說法 它從越南進來的甲油 它是在賣給這個 先賺了一手以後 再賣給自己控油的公司 衛權 衛權是大眾的公司 所以這種說法 很多都是一種 我說老闆都先賺了一手 然後其實這個加盟店 或者下額廠商 賺的都是小錢 我們買的原物料 並不是我們自己成立的 是 我們是跟外面買的原物料 然後再跟 我們自己是去 用ISO來製作 但是一般來講 請問廖小姐 裡面既然是 127家聯合採購 照理來講 你的成本 cost down 應該很低 再怎麼加上 你的所謂的 標準作業程序 出來的東西 只要你裡面 是正常人可以吃的 不要加黑心的東西進去 並沒有說你想像的 它的成本會加三成 四成 五成 不可能加那麼多 其實我要講一下 我不知道這個數字七八成 是這個賺20萬 然後出去又賺70% 天氣家沒有這麼好賺的事情 那我們的 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毛利的部分 我們在消費者 門市在做生意 就是65%毛利 65% 65%毛利 就是你們總公司 沒有 門市 門市65%合理 合理 那你反推回來 你的物料成本就是35% 那35%不會是你們 我們現在這個部分 可能是以前在加盟組 我剛剛講的這個 這寫這樣子 真的是有點不實的一個部分 我們始終毛利就是65% 因為說真的 賣兵就是好賺 對 好 所以我們今天 今天請到了這個 仙玉仙的賴總監 來回答我們 非常重要的幾個問題 當然現在越來越透明 保障投資人權益 當然要保障總公司的權益 因此艷莉 我們就講到說 很多人說想要做老闆 要來加盟 找那種名氣大的 名氣響亮的 你以為一開門 客戶就會進來 前朝就會進來 不過慘的是 也很多人 我找那個名氣大的一加盟 後來 總共要親家當產 對 而且其實這家 非常有名的飲料連鎖店 坦白說它在兩年前排隊 我自己親自去買 排隊要排半小時以上 是 而且甚至連知名的電視主播 他都有參與 成立這樣的一個 加盟的連鎖店 所以可以知道說 他當年是有多麼多麼的火候 我一個朋友 他當初也是看到新聞報導 知道說這家公司的業績非常好 他因此就去詢問 結果總公司給他的回覆也是 沒錯 我們業績實在是太好了 保證三個月就回本 他一聽三個月他覺得 更快 太好賺了 更加一年半 你現在三個月回本 他聽到三個月就回本 他覺得說 那我手頭上的閒錢很多 那我不如就撥一點錢 來做這樣的一個投資 結果他繳了一百多萬的 一個加盟保證金之後 那店面要開始裝潢了 他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 比較奇俠的地方是 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因為他跟裝潢業關係非常好 他就跟總部說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找裝潢公司 裝潢師傅來做一些裝潢公司 說不行… 我沒有特地配合的廠商 因為這些廠商會比較清楚 我們這個店面呈現出來的感覺 概念 完裝的就對了 完裝就對了 好 那我這個朋友他也同意了 好 那就因此 還是按照總公司的一個想法 就蓋出來之後 店面裝潢出來之後 他嚇了一大跳 他吃了一斤 這個非常的粗糙 粗糙到無比啊 所以他會覺得說 跟原來的這個落差 真的是太大了 因為他也懂裝潢嘛 那所以呢 這個落差實在太大了 他因此呢 就去問了其他加盟組的 一個狀況 結果其他加盟組 就跟他說 好像原來這家知名的連鎖飲料店 他們的做法都是這樣 因為其他家 遇到的狀況也雷同 甚至呢 總部還跟他說 這個因為原物料成本上揚 然後呢 包括功能的工資也上揚 所以呢 原先簽的這個裝潢費用不夠 還要再追加 30到50萬的裝潢費用 這到底花了多少錢了 所以我朋友大概是花了100多萬 可是其他加盟業主 他們又再追加了50萬 所以這樣前前後 加起來也大概是200多萬 所以光是這個部分呢 我這朋友就覺得說 你們這個加盟組好奇怪 第一個你要賺我的加盟的簽約金 保證金 第二個你就連裝潢費都要賺 那第三個更不要說 接下來店開張了 開張之後呢 他就發現說 這個業績前兩個月確實也還不錯 因為那個時候媒體還是大篇幅的報導 搶搶滾好不好 所以排隊還得預約 預約到沒來 對不起 沒有了 甚至連店員很兇 大家還是會去買 好 可是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就是呢 因為呢 後來就是有民眾發現說 他的糖度實在太高了 那媒體也做了大篇幅的報導 糖太多了 太甜了 所以確實業績就是呈現一個 滑落的一個狀況 那後來我這個朋友 他就跟我說 他開了這家店 大概是六個月的一個時間 他說天哪 來客的人數呢 最多跟最低的時候相差是高達50倍 來客量差距是高達50倍 50倍是什麼概念啊 對 那所以我朋友就跟我說 燕麗 我不是做高票耶 我經營的是飲料店 我的來客人數 我的業績可以上下波動 政府這麼大 太可怕這個數字 就之前都有灰灰啊 現在說甜度太甜了 雞仔糟糕沒辦法吃 沒錯 那因此他遇到這麼大的 一個麻煩的時候 因為業績真的當太多了 他就打電話去給總部 就詢問總部說 那怎麼辦 我現在的業績是大幅滑落 總部有沒有一些方法 可以來教我 可以讓我這樣子起死回生 結果沒有想到 總部回他一句話 這個旺季跟淡季 本來只有業績的落差嗎 你要有心理準備 他就會覺得說 天哪 我交了那麼多錢 那我也很認真在做事 我們剛剛總監不停強調說 加盟業者 你要自己要用心經營 要努力對不對 我朋友很用心喔 我朋友很努力喔 可是真的是這個淡忘記的業績 實在是差距太大了 他就覺得說 總部沒有給他任何的支援 所以以致呢 他後來就是半個月之後 就半年之後呢 他覺得說 實在是跟當初想像太大 他決定就把地面搜掉 好 那當然是講到了這個 投資 你要去加盟 你要自己當老闆 我們昨天講了一個 讓大家覺得 哇 怎麼會有這麼奇怪的事情 親王帶來這個故事呢 故事說一半 我們今天要徹徹集體 完整大公開 加入了全台灣 數一數二有名的 這個超商的這對夫妻 丟了多少錢 210萬 結果到口袋裡多少錢 昨天我們告訴大家 4萬7 真的做心酸的 兩阿嬤這樣 顧死顧窩 顧死顧窩 說幾乎要22K 更慘 今天一千層 算給你聽 解構給你看是怎麼被剝削的 對 我們今天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你不要覺得你去加盟超商 你就是企業主 你變成老闆了 不是 就像我們講你是公投 他是把你當公投 你去加盟這些超商 按照他的遊戲規則 我慢慢算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之前 沒有那麼多時間講清楚 我們現在一步一步講清楚 你知道他們現在在台北三重 這對夫妻在台北三重 開了一間超商 然後開了這間超商呢 每個月的房租 就是那個店租 就是要10萬塊 那麼他們這間店呢 做到270萬這麼高的業績 你知道一個超商要做到270萬的業績 養這種店至少沒有養半年養不起來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270萬 你覺得有多少錢 到這對夫妻的口袋裡面去 他們到底賺了多少錢 我要告訴各位 只有6000塊錢而已 哇 我投資270萬 進口袋只有6000塊 這個剝削的剝削的剝很大喔 所以今天呢 各位 導播我們take一下這兩張表格呢 是清皇 特別為了理解他們如何被剝削 他非常麻吉的一對夫妻朋友 特別到他店裡 好好的問問看 超商的丁手 怎麼樣跟他猜這個賬 對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遊戲規則是什麼 是 首先從收入 就是我賣這些超商的貨品的收入來看 你看喔 假使我做了270萬的業績喔 對 好不錯嘛 對不對 270萬耶 可是呢 他的毛利只有給你25% 然後他25%裡面 總共是在給你抽走4成 你只能保留6成 所以最後你賣這些貨物的 得到的收入只有40.5萬 這是他的所得的部分 那我有成本嘛 我有水電費啊 我有人員的薪資成本啊 我有房租要付啊 所以這邊我給各位看的是 你看他店租是10萬塊 然後加報費 報費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每天有沒有 有很多東西賣不出去 生鮮那些食品 這昨天講的 爛掉的蘋果啊 沒人買的這個熱箱裡面的那些熱牛奶啊 飲料啦 對 然後飲料啦 然後或是那些 關東煮也是喔 關東煮也是 因為自從食安風暴之後 沒有人敢賣給關東煮 所以關東煮幾乎是每天晚上 就怎樣倒掉 是 那這些東西都要報費 至少一天要損失1千塊以上 所以一個月下來 至少會有3 4萬的損失 那我們這邊看還有營業稅 因為他要課5%的那個營業稅 對 然後還有水電費 所以你看那行不浪浪加起來 他們這家店的成本是39.9萬 所以你看喔 把他賺的40.5萬 減掉他的39.9萬 他只有多少錢 他只有賺到6千塊而已喔 我跟你說 這個6千塊是進到他們口袋裡 真正賺進去的錢 然後呢 做到買四買 他還請了兩個公讀生 這6千塊是這樣的來的喔 對 因為他們的人力 一定要請兩個公讀生 因為他同一個時段 除了大業班只有一個人 然後呢 平常時段都要有兩個人 所以他要請兩個公讀生 夫妻兩個都還要下去輪班喔 所以我們這邊再看你看 做得這麼辛苦耶 夫妻兩個全年無休 一年365天你都要顧店喔 然後其他時段 找兩個公讀生跟你配合 然後你看在這個情況 做得這麼累 然後才只能賺到6千塊錢 那你看喔 然後你賺到6千塊錢 270萬的營業額 你只有賺到6千塊 可是總部拿走270萬 然後呢 我有多少隱形的危機跟成本在呢 也就是說 這6千塊只要稍微 出了一點事情 我就要賠錢了 我就賺不到錢 270萬進口 大概只有6千塊 你覺得很慘嗎 等一下我來親王告訴你 更多加盟的杯子 那6千塊 天公不會要倒薄筆喔 不能有一個萬一喔 要不然你就賠錢做 做新生的 不要走開 好 好 好